另外最新消息带来关注是日本九州宫崎县的外海 在8号下午发生了规模7.1的强震 震央位在宫崎县东边海域的日向滩 震源深度来到了30公里 日本网友纷纷将地震当时拍到的影片 po到了网路上 行车记录器拍下了前方的车辆跟马路边的红绿灯 突然开始疯狂的摇晃 可以看得出来地震的威力 那么在九州新干线跟西九州新干线 全线是一度暂停行驶的 不过在确认安全无余之后 已经恢复营运了 另外在宫崎机场跟路尔岛机场 则是紧急封闭跑道 也一度对高支县跟宫崎县东部沿岸 发布了海啸警报 预告可能会出现一公尺高的海啸 由于镇压临近了台积电的熊本厂 外界很关注 这个台积电熊本厂是否灾情呢 对此台积电回应了 目前熊本厂没有达到疏散的标准 还是维持正常的营运